那各位同学 还有我们今天最敬爱的讲者 徐永青 徐老师 大家好 那今天我们这个企业与二的距离呢 邀请到我非常非常尊敬 那也是多年来跟我一起合授课程的同事 徐永青 徐老师 那我想老师曾经担任过检察官 又担任过经管会的副主委 应该是见识过企业与二的距离最靠近的人了 简单讲就是他应该看过非常多企业 在经营的过程里面 可能做出危害人权 或者是说对重大的投资人 或者是股东有所不利的情势 所以我其实在开这门课的时候 第一个想到最适合的讲者 就是见识过企业与二距离最近的人 就是我们徐永青 徐老师 那老师除了有博士学位以外呢 他在实务上面的不管是侦查 或者是洗钱防治 各方面的经验都非常的丰富 所以今天大家非常的有福气 可以听到他精彩的演讲 我们是不是先用掌声来欢迎徐老师 那个谢谢企业老师介绍了 这样子会开始进入今天上课的主题 今天很高兴来接收这个课的邀请 但是当我看到我们的题目是谈到企业与二的距离 我真的是觉得蛮惊讶的 因为介绍这个题目真的是觉得蛮新颖的 以前都是在教人家白领阶级的犯罪 然后现在来讲说企业本身的犯罪 这样蛮好玩的 然后各位同学 我们就要开始今天步入今天节目主题 我记得你们好像他们给我的你们的资料 好像都是大学部 这个坦克好像是同事教育 没错吧 好 同学大学生 我今天我就讲一些故事跟案例的故事 跟各位就分享 然后你们都听听一些故事 然后听听一些案例 未来在质疑或者是自己在创业 你们恐怕也要从今天的故事案例当中 学习一些的 未来你们自己也不要成为一个罪恶的来源 因为我们自己在质疑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不知不觉的过度追求利润 而忽略到一些法令的注意行 去伤害到一些的悲人 所以今天上课的一个主要的意义在这里 第一个上课的主题 就是来谈企业与二的距离 以往企业与二的距离 我把它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说 以往企业跟二的距离有多远 以前整个台湾的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 大家都是为了发展经济 所以其他都是制要的 主要的目的是要有得到 以前台湾的经济发展 最主要都是要有得到 没得到佛做 所以没得到佛做的意思 台语就是比较没有偏向于良心 良知方面的一个发展 所以为了能够生活 为了生存条件的必变 大家都是为了促进的经济发展 所以创造财富的同时 也创造了二 这是根贵做一个说明 我昨天晚上在看商业周刊的杂志 他也是在介绍这个东西 大陆这几十年来 他们为了达到自己农民的经济 能够复数 所以他们也是在创造财富的过程当中 也从此创造了二 根贵做一个小故事 应该你们这个年纪 也都是我小孩子的年纪 大概四五十年前 我们的家乡 我是一个乡下的小孩子 以前我们乡下真的是 我们的游泳 不是在游泳池游泳的 我们游泳都是在溪里面游泳的 所以以前我们常常有一句台语 各位不晓得有没有听过 叫蒙拉减水口 蒙拉就是那个咸 这个就是一种 那个盒里面的一个东西 就是咸可以吃的 所以以前我们真的是在河里面 我们从小在游泳 在游泳池的 我们都是在河里面游泳的 所以那时候的河里面是干净的 清澈的 我们一边游泳 一边蒙拉 一边水口 那个东西是蛮不错的 但是这台湾 这从1949年到现在 为了发展经济 什么东西都牺牲了 我们的河 我记得小时候突然有一天 我们那条河流里面都是黑水 我就问我妈 为什么一条河变脏了 一条河变黑了 他跟我用台语讲 那是灰色水 灰色水 灰色 以日文来讲 灰色就是公司的意思 就是公司排放灰水 把整个河流给污染了 所以叫灰色水 假如你们去日本 他们的公司吧 就是开夏 就是灰色吧 知道吧 所以灰色 这个灰色水整个污染 所以我们以前的经济 为了让整个经济 可以达到更好的条件 所以我们其他东西 都是吃药的 我们牺牲太多了 所以企业本身 就是罪恶的来源 所以志杰老师 刚刚是讲说 企业以恶的距离 应该是这样子 就是遗忘的年代 企业本身 就是罪恶的来源 一定没有距离的 知道吧 但是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动 人民的生活条件 越来越好 大家都有感了 想要让自己的生活条件 想要看到青山 看到绿水 呼吸了新鲜的空气 所以我们慢慢的觉醒了 觉醒了以后 现在的是看到以前 为了发展经济 而牺牲太多的东西 所以为了弥补过往的错 现在的每一个人 都开始重视 公司要永续发展了 也重视股东的潜力了 也开始重视 利害关系人了 也开始重视下一代了 除了人的重视以外 更重视的是市场 重视的是环境 重视的是资源 重视的是地球 所以沿着上人的意识的觉醒 所以企业与恶的距离 慢慢拉远了 但是拉远的过程当中 并没有完全去中断它 往往企业的发展过程当中 有一些人 有一些企业经营者 他也是没有法令遵行的意识 而以业的法律的红线 才红线 所以沿着上根柜就有报告了 是说企业与恶的距离 以往是没有距离 本身企业就是恶的来源的 但是等到企业发展 一定过程当中 他知道整个环境的变化 不得不改善 不得不法令遵行的过程当中 所以也是慢慢的拉远 但是拉远的过程当中 他还是与越红线 但是这个东西刚刚所讲的 有企业公司的永续发展 股东权利 厉害关心 重视下一代 这个不是一招一袭 就直接有这样子观念改变的 以往独公司法 最主要的主张就是 公司本身 最主要的经营的目的 是重视股东权利至上的 所以重视股东权利至上的原则 是说像以前 我不晓得各位 你们现在在读 阳明交代 你们阳明交代 有很多企业来 监管给你们学校 但是你们知道吗 这个在早期在美国 曾经有打到最高法院的 宪法诉讼 企业经营者 可不可以把公司赚的盈利 赚的营收 去监给学校 这样子有没有去影响到 投资股东的 权利的分配 早期在美国是有 打到宪法诉讼的 有一派学者认为说 今天公司赚的钱 原则上除了公司股东 可以分论以外 任何人都不可以 所以今天公司经营者 把公司的利润赚的钱 就经给学校 经给其他战团体 还是有影响到股东权利的 知道吧 所以早期有这样子的看法 但是后来慢慢的 大家改变了 认为一个公司的生存 他不单单只只在想到自己的 他也要尽到一个社会责任 所以他经给学校 经给其算团体 他本身也是在做公益 所以公司的发展 是从智益 慢慢的发展到公益 所以从股东的潜力 智商原则 慢慢的保向做 企业责任的发展 所以假如你们读公司吧 或者读相关的公共政策 会有一个CSR 就是公司要必须进到 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点 就是谈到这个东西 公司的存在 不应该只考虑到自身的权利 而必须考虑到 社会其他利害关系的权利 这个就叫企业社会责任 但是企业社会责任的话 也慢慢的扩张了 目前为止 尤其是联合国 联合国的话 目前为了一个主张 就是SDGs 不晓得你们各位听过这个概念 SDGs 这个概念就是 我们是目前强调的是ESG的概念 ESG E就是环境 S就是利害关系人 G就是公司治理 所以这个东西 你们在大学要去了解的东西 所以慢慢的一个公司的存在 目前为止全球的倡议 都在倡议ESG 像美国的拜登总统 他们就是非常强调 或是以前的 现在的英国的国王 他是三世 他一辈子都在追求ESG 他认为说地球必须要永续发展 但是ESG主要强调的是 像我们台湾 也是未来要追合的一个利润 就是非核加盐 我们台湾未来希望 在2050年 不要有在核能发电 但是这是一个理想 但是ES的发展过程当中 目前为止是全世界主要的主流 但是这个主流过程当中 还是有很多企业 为了追求利润 表面上会是遵循ESG 但是实际上 它会有一个嫖利的动作 表面上是遵守利能原则 但是实际上它是假装的 所以让各位可以理解的一个概念 好 这个东西我们来看下一页 但是今天谈到一个企业 为什么是本身在创造财富 也会创造恶 各位同学一定会问我一个问题点 徐老师 这个恶企业本身没有灵魂 它怎么去做 意思表示来创造恶 企业本身没有手足 没有手脚 它如何去做出行为来产生恶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在探讨法律的时候 常常会去有一个理论的探讨 我们像我们台湾 欧陆法系的国家 跟英美法系的国家最大的差异 就是说企业本身公司是一个法人 法人到底有没有犯罪能力 法人到底要不要负责刑事责任 欧陆法系的国家认为说 刑法是处罚行为人以刑法的 你一个公司一个企业本身没有意识能力 本身没有行为能力 它不可能去做犯罪行为的 所以欧陆法系认为说 公司法人是不可能成为犯罪的主体 知道吧 能够成为犯罪主体的人 一定是指自然人 这是欧陆法系的一个观念 但是英美国家 以美国来讲就好 美国认为说整个世界的变化 法人是有犯罪能力的 法人是有要负齐他的刑事责任能力的 因为法人虽然自己没有灵魂没有手足 但是他的内部 他是透过他内部人的意识表示去执行的 所以今天一个法人 他也可以构成杀人 也可以构成一些的刑事犯罪的行为主体 比如说实案犯罪 所以这样子一个概念的话 英美法系跟我们台湾的法系就产生冲突的 这样各位同学可以理解吧 好 但是呢 我们台湾的法律 虽然目前为止 法人没有犯罪的能力的理论基础 是一个主流 但是在慢慢的一些的法律里面 比如说洗钱防治法 比如说实案法 或者是政府采购法 也慢慢的把法人变成是未来处罚的行为 主体的 知道吧 他虽然还是认为说他没有犯罪能力 但是法人你在你的员工实施犯罪过程当中 通常你必须要进到一个管理跟监督的责任 你没有进到这种责任的话 你法人原则上也是要被刑事处罚的 所以我们法律上是设计一个叫两法制 除了处罚行为负责任以外 也同时要处罚你法人的责任 所以各位同学就是未来你们在读法律的时候 后来有机会进修法律的时候 往往会探讨一个主题 就是法人有没有刑事犯罪的能力 但是要了解法人有没有犯罪的能力的话 我建议你们 你们志杰老师是这方面的专家 他写了不少文章 都是要探讨法人的责任能力 林志杰老师他一直要把法人的刑事能力直接立法 未来能够可以苛责 但是最后一个就是 企业之所以为二 原则上他本身没有灵魂没有行为能力 但是原则上会透过人的执行 才能够去达成犯罪 对不对 但是一般在美国法 这个法人的犯罪能力又分成几种看法 一种是只要公司的员工 或公司的老板 只要他们做的步伐 就等同公司本身的步伐 所以我们称为叫做自己责任 就是法人只要你的内部的人士有做的步伐 这些人士所谓的步伐 就是你法人本身的责任 第一种理论就是说叫做代位责任 你的员工所谓的步伐 你公司必须要代 这个人所负起一定的责任 我们称为代位责任 其实还有一种学说叫做监督之责任 你法人必须要被处罚的一个理由 就是你的员工 你没有办法尽到监督的责任 当一个员工实施步伐了 所以法人你必须进到你的监督责任 必须要受罚 你未进到监督的责任 才必须要受罚 所以企业如何为二 大概一个学受上的一个理论基础 这样子的话不晓得各位同学可以理解吧 所以我在刚刚跟各位终整一下 企业与二的距离 以往是企业本身就是罪恶的来源 但是后来慢慢结形了 慢慢与二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接着是我们探讨是企业为什么会为二 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人的因素而造成的 是跟各位做一个简单二要一个整理 好接着我下一页来 这一页也是今天我们上课一个重点 这个重点这张图表我画了很久 但是这个表画出来以后 你们自己老师就在笑我说 这张表看起来好像是法轮功的法轮道法 但是看起来外表上是有点像 但是确实这张表是各位今天上课的 你们可以从这张表里面 就可以了解说企业的罪恶的来源 有哪些知道吧 让各位可以理解的 我们总共是把它分成十项 每一项的过程当中我们就逐项来探讨 我们会说第一个 罪恶的来源 公司的犯罪通常又是由人来引起的 但是这个人通常我们第一个都说 所有这个公司的以罪恶的来源 都是因为企业经营则剧多而导致的 但是我们看到一些罪恶的系统 我们就是今天用这个十个面向来剖析它 企业经营者跟公司的关系是什么 它有哪些罪恶的现象 原则上一个公司我们要先了解 企业经营者 假如各位读书有读到公司法的成立 从1700年跟1700年和署东印度公司 跟英署东印度公司设立以来 它当初的一个目的就是说 今天假如说是一个独资商号的话 假如说我今天想要从事经济活动 我自己去独资 我必须要负责无限责任 这个风险太高了 所以在1700年跟1700年 整个欧洲国家设立一个公司的组织形态 来规避风险 每一个股东职家在你的出资额度里面 去承担风险就好 不用像负合伙或独资商号 负无限责任 因为无限责任是远代的 不是要赔偿永远赔不完的知道吗 但是一个企业经营者 我今天一个股东 我就经营者的话 担任公司的一个经营的业务 今天公司的资产是写的资产 我们刚刚所讲的 那个公司的成立 是所有股东出资款项 设立一家公司 所以每一个股东出资的款项 那些资金全部是公司所有的 知道吧 而不是股东所有的 各位同学 一定要把这种观念弄清楚 今天上课要把这种观念厘清 不晓得各位同学 现在有没有买卖股票 应该还没有吧 你们今天想要去买台积电的股票 你们出自了一万块两万块去买年股 今天你们成为台积电的股东了 你们出了一万块两万块 给台积电去买台积电股票 当你们把钱缴纳到台积电的账户里面去 那些钱就不再是你的钱了 那些钱就是台积电的资产了 但是你买一万块买两万块的零股交易 台积电为了确保你有出自一万两万块的钱力 所以台积电会给你一张凭证 我们成为叫债钱凭证 那个凭证就是你的股票 知道吧 所以原则上你们是出自款项去取得台积电的一张股票 所以原则上你们可以透过股票里面去选择你们心目中 从要选择的董事或者管理阶层 因为你们的出资给台积电管理阶层的就是在帮公司管理你们的资产 但是管理阶层的人今天只是在公司 他只是赚一个薪酬 他只是拿薪水的 顶多公司有赚钱 他可以再做一个分行 所以原则上企业经营者只是做新阶级 但是公司有赚到大钱的时候 这时候他就可能就起贪恋了 所以我们常常在实务上就发现了 企业经营者想要去掏空公司资产 所以第一个观念就是掏空公司资产 那个资产不是各位投资股东的资产 是公司本身的资产 但是企业经营者 因为他的经营的资变 就很容易去把公司资产 变成他个人所拥有的 所以原则上我们在实务上 看到很多公司资产的案例 但是公司资产的案例 原则上大概有两个类型 第一个类型就是公司有赚钱公司资产 不管是土地股钱或者技术 know how等等 公司管理阶层认为说 这些公司的股钱不动产或技术 这些等等等等是具有非常高的经济价值的 他就想要把这些技术know how 土地资产变成他个人的 所以他想要变成个人的 他就可能用交易的方式 用低价卖给自己 这样可以理解吧 比如说价格一平一百万的土地 他可能就是七十万八十万 建议售卖给自己 让自己可以得到公司这笔土地教育 就这种逃空手法 或者是用技术授权的方式 也可能会取得 所以早期在民国94年 那时候有一个案子叫做连电 连电跟合线的案子 那时候也被认为说 当事人这几个被告是把连电的技术 操控出去给合线使用 后来发生一个线染大波 后来那个案子也是判无罪 所以往往公司管理阶层的人 想要从公司取得资产 就是会把欠受公司资产给自己 另外一种操控公司资产的说法 很多公司经营者 他会在外面开公司 或者是外面有很多不好的土地 他会把它借卖 借卖给公司 让公司吸收 由公司吸收 他自己不好 在外面不好的技术资产 土地等等 回收给我们公司的 这时候也是一种控制掏空手法 但是现在还有一个观念 我们要跟你说清楚的 以前的经济活动 都是独资或合伙 但是独资或合伙的话 沿着当中的财产都是 公司经营者本身所有的财产 所以那是不会掏空的 他没有必要左手掏空右手 但是现代的公司 通常都是集众人之资 这些公司经营者 管理也是众人的资产 所以原则上 他虽然有一部分 可能会掏空到他自己的 但是更大部分的掏空的资产 就是把公司 从众人集资过来财产 给A走的都知道吧 所以原则上 公司掏空的原因在这里 但是那个掏空原因 也是一个假如你们读公司法 未来也要了解的 是所有钱跟经营钱 分离的一个产物 就是经营者 他本身在公司 可能没有股钱 会股钱很少 所以在经营过程当中 他会去自己职务之变 把它掠夺 这是第一个要弄清楚的 但是公司掏空的法律规范 目前为止 看它比较多 都是属于一种关系人交易 关系人交易 就是说今天公司的资产交易的对象 往往是跟管理阶层有密切关系的人 所以我们成为了关系人交易 所以这个样子的话是 目前为止是比较常见的 掏空的一个类型 但是掏空的类型 法律上也有定了很多的法律规范 比如说证件交易法的 171条的第一项的第二款 我们法律有定所谓的 非常规交易的规范 或者是第三款的特别背信 或者是特殊侵占等等 我们在证件交易法 银行法 或者交易法等等 我们在财经法律里面 有所谓金融法法 都是在规范一些公司的 一些金融产业的不必要的掏空手法 有相当多的规范 所以因着当第一个掏空的概念 先介绍到这里 第二个我们要介绍的是 企业经营者跟公司 常常第二个叫做二的来源 叫做财报舞弊 各位不晓得有没有读过会计 我们说财报大概有几种类型 资产负债表 准益表 变动表 现金流量表 或者是付助付表 一家公司为什么要做财报 其实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是为了先例的目的 因为一家公司的存在 他要一些投资人来投资他 所以投资他 投资人 厌利投资 通常会去看这家公司的财务状况 到底见钱不见钱 到底有没有获利 或者是亏损 最好的资讯 不管投资人或机构投资人 就是看公司的财务报告 是最准的 所以投资人 今天一家公司做财报的目的是 为了先例 为了他去取得投资人的信任 让投资人业利拿钱 突然投资他 所以财报舞弊的第一个 就是一个资讯的揭露 让投资人得到更充分的资讯的管道 第二个目的是防闭 这是主管机关设计的 因为每一家公司 不管每个月有所谓的月报表 继有继报表 半年有半年的连报 一年有一年的连报 所以主管机关 在资讯揭露里面 有定期资讯的要求 月报表 每日有日报表 月报表 继报表 半年报 连报 这样整整都是属于定期资讯的揭露 但是公司 主管机关会要求公司 比如说 任何一家公司发生重大的事件 这是偶发事件 你们也必须有义务 在两日内 把这个资讯给公开了 让所有投资人 知道你们发生什么事情 以做投资的判断 所以不管是定期资讯 还是非定期资讯 就是让一个股东 可以抖到通分的资讯 这是一个主要的目的 另外一个目的 只要你们把资讯给揭露了 我们自信 在透过阳光的检验 假如你们有机会去看到 赖英赖大法官 赖老师的价格书 他有提到一句话 阳光是最好的防护计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表示一句话 你们的财务报告 变出来的话 大家都可以透过 你们财务报告 白纸小黄黄 白纸写黑字 大家都可以透过 这样几个数字 去验证 你们财报里面 有没有猫腻 有没有故事 知道吧 好 这个是财务 一个是行李的目的 一个是防币的目的 所以财务报告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呢 既然财务报告有这样子一个正面功能 但是企业经营者 他有没有利用财报编制的机会 去骗大家 其实更有机会 他认为说既然这个财务报告是投资人必看的一个资讯 所以他就开始美化财报 知道吧 美化财报或隐移财报 那他的美化就是根本公司营收不好 所以他认为公司营收不好 担心投资人会撤资 或者是不投资人 他就开始会美化财报 或者是担心说 他自己把公司资产淘空了 他就在财报里面去隐匿说把他公司自己的事实隐匿掉了 所以沿着上财务报告就变成说 我们说有正向意义 也有负面的流币就出现了 所以很多的公司资人就是做假财报了 知道吧 我每次开玩笑就说 每个女孩子最漂亮的那一天 就是在结婚拍摄影那一天 那个婚纱纱那一天是最漂亮的 原来婚纱纱大家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但是婚纱纱拍完了以后 真正的真实的生活的面目 这个往往跟婚纱照不太一样 知道吧 所以那个是真实的情况跟婚纱照拍摄的真实状况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每次跟我太太讲说 你也是做假财报 所以我太太自己的哈哈大笑 可以理解吧 但是做假财 我们说今天财报也往往是二的来源 骗了大家太多人了 公司的管理阶层 为了让不断的让有人去买他们股票 所以原则上会作假 但是作假往往我们看到的现象是一个是美化 一个是隐匿 所谓美化的意思就是说 尤其是你们竹科 竹科往往会有一个叫过水教育 不晓得各位同学有没有听过过水交易 这个新竹常见的科技业的电子零件业的最喜欢的 比如说假公司他做了一批的电子零件 他不是直接卖给买家 比如说D是买家 通常A会把这个东西先卖给B 然后过个水 这个B只付出3%的营业税付出来 就是变成卖给B B再卖给C C再卖给D 大家都有一个交易额 这个交易额的话 就是未来财务报告边 就是说我曾经有进销项 这样子一个状况的出现 所以美化 所以我们以往在台湾留一个现象 这个卡财报里面就是过水交易 像新竹有一个案子就是五角交易 自己海外有两家公司 台湾有两家公司 在香港设立一家中间的公司 变成这样子三角贸易互相往来 但是只是有一批货 或者是将早期有一个博打案 博打案有一批货是 根本就是报消费用产品 但是他为了动作营收 就是把这个报废的产品 包装成是高科技产品 卖到香港再卖回台湾 不断的这样子卖来卖去的 这是创造成他们获利非常好 所以那个营收非常好 但是那个都是假的 跟各位的了解一下 他所以财报舞弊的问题点在这里 第三个我要跟各位报告的是说 今天公司还有二的来源 就是超纵股价知道吧 各位你们这种年纪 应该还没有资产买卖股票 我们说股票的主要的存在 就是刚刚所讲的 你今天投资 我给你的证明就是股票证明 就是你用股票可以行使 每年可以领袭股息股利 知道吧 你们可以有提案钱 参与表决于钱等等等等的 所以股票的价值 其实它真正的价值 是在反映公司真实的经营价值 我再重复一次 股票的价值是真实反映公司 真正的资产 以及未来营运的融资产一个价值 所以这个价值是要有一个资产 可以评估的 有一个资产可以支撑的 也有一个未来的营运的方向 的取代值的 所以股票的价值 是在反映这个东西 但是呢 股票的价格 原则上 假如各位有读过 经济学都知道 任何一个商品 这个商品包括股票 它的价格 都是由工局跟需求所决定的 注意听 任何一个商品 或任何服务的价格 都是由工局跟需求所决定的 所以这个决定是一个 工需所平衡一个价格存在 所以原则上在 亚当斯密斯的国富论里有讲 价格是不得有人为操纵的 因为有人为操纵的价格 就不是真实的价格 所以有人为操纵的价格 都是应该被视为是违法的 各位理解吧 但是在股票市场里面 这个价格 原则上 我们看看我们资本市场 股票市场 这个价格 往往有太多的 那个中价人在干预这个价格 但是股票价格 我们要看看 很多的投资人 都是买卖股票 都被蒙蔽也被欺骗了 但是被欺骗被蒙蔽 往往是公司企业经营者 来蒙蔽的 今天公司 他不注重本业的经营 我们说股票 原则上买卖股票 是从公司每年都赚钱 来分配嘛 但是企业经营的 他不去做本业经营 去把公司的股票拉抬来 知道吧 他从认为说 炒一档炒两档 赚的钱比在做本业还赚钱 所以今天股票很多的 都是公司经营的炒作出来的 所以我们说操纵股价的 第一个模式 就把股价给拉高 赚价差 知道吧 这个是炒作股票获利来源 但是我们股票的市场里面 可以有所谓的信用交易 有现金交易跟信用交易 所以我可以把它炒高 但是我们国内还有一种手法 是你看好可以买近买多 你看不好可以先慢放空 知道吧 所以市场上有人在反向操作 所以股票的操纵变成有两个 一个是拉抬 一个是传压 就是放空 知道吧 所以这样子的话都是可以赚到钱的 其实这个东西不管是拉高 或是压低 这个都是认为的操纵是违法的 但是你们在市场上 各位同学 我们听过一个叫互盘 好像最近整个股票经济 股票市场得到13000以后 大家都比较信心 都是有点崩盘 所以金管会就是下令一个 叫信空令 不准在怎么样情况之下 不准有放空交易 希望大家都用买进的方式 而不要用卖出的方式 来守住市场的稳定度 但是复盘行为 简单以讲说 当一个股票里面 股票市场开始有所谓的失灵 就开始有一个不稳定 市场可能会失去 他应该有秩序 这时候有义务进来 稳定市场的人 就是政府知道吧 所以政府原则上 会进来干预市场 比如说我们央行 为了怕新台币过度的贬值 所以央行会进来稳定货币 但是股票市场原则上 就是我们政府也有救市的义务 挽救股市的义务 所以政府会用国安基金进场 其实不是只有国安基金 其实政府在复盘的基金很多 有国安基金 或者是邮政储金 拿退基金 或者是八大行库的钱 他们都可以动用来买卖股票 让股票可以更加稳定 但是我们会做一个报告 当一个政府 用国家的钱进来股市复盘 那是依法有据的 那是有法律的授权 但是其实复盘行为本身 就是一个股票的干预行为 这是一个人为操纵的行为 所以你假如说不是依照法律的行为 而进场去干预股票价格的时候 原则上也都是违法的 这是国家 国家用国安基金 复盘的行为它的合法性 但是另外一个问题点就是说 假如你们在研究 你们应该说 公司本来自己不能复盘吗 可以的 原则上公司复盘 我们刚才说的 股票的价格是由公局跟需求所决定的 他说你公司想要实施互盘的话 最好的方式就是把股票的流通量减少 所以流通量减少的话 需求量增加 价格就会上扬 知道吧 所以今天一个公司 如何把股票的流通量减少 让需求增加的主要的行为 就是库长股实施 库长股实施 所以库长股实施 这公司用自己的钱 去买回自家公司的股票 这个叫库长股实施 这个也是具有文店公司 股票价格的一个措施 所以这个东西也是被法律上市为合法的 除了国安基金进场以外 或者是公司实施库长股以外 假如说有认为的因素 来操纵股票的价格行为 不管是拉高 反压 或者是户盘 原则上 法律上目前为止的评价 都是属于操纵股票 这样可以理解吧 假如说未来有机会 假如各位有兴趣学习到财经犯罪的话 刚刚志杰老师有讲 我有在教大兼课 在教大科法学院有兼课 我有在教一些白龄阶级的犯罪 这些炒作股票公司掏空的手法 还有法律的规范 我都会帮各位做一个讲授 所以原则上 你们大学毕业有兴趣的话 就欢迎来科法读研究所 这是第二个 有关于操纵股价的部分 第三个就是有关于内线 股票市场就像打麻将一样 你看好我看坏 你看坏我看好 大家都在知性公平 你各个有本事 大家看看 不管股票市场 你要看基本面的讯息 还是技术面的讯息 所谓技术面的讯息 就是从K线图 或者是大家可以去看财报 或者是相关产业的分析 大家各凭本事 来看你公司股票值不值得 还是值不值得卖 所以沿着上股票资讯 要共享的 要公开的 但是假如说资讯不对称的时候 大家在买卖股票 这个游戏规则就破坏掉了 今天假如说一个公司的管理阶层 他知道公司今年这个月 赚了大量的钱 他知道今天有RD新的技术出来 或者是今天有得到大量的订单 或者是今天有得到新的商品的研发 或者新的技术的研发 他认为说这样子一个信息出来的话 股价一定会冲上天 但是他冲上天之前 他知道这个信息一公开 股价一定会大涨 他在大涨之前 事先逢低买进 等到信息公开 他再卖出 他是不是赚到大钱了 但是其他投资人 市场投资人 根本没有这个信息 所以跟他玩股票这样子 请问一下 投资人是不是损失了 看你一下吧 当你有信息 我们有信息 我跟你玩 我绝对是一个输家 各位你们有没有去看过 你们有没有买过大乐透 过彩件 刮刮热 像我们以前 我曾经办过一个案子 蛮好玩的 就是我们的刮刮热 连着当那个技术 是来自于海外授钱的 连着当大家买大乐透之前 你在刮之前 你根本不知道 你有没有中奖 但是很多的歹徒 就是会先去 用针 去抽那个 去把那个纸张 我把它给抽破 去看看里面的点 他就可以知道说 有没有中奖 有中奖的财线 他才买 知道吧 是不是诈欺了 所以同样的 但是股票市场 我刚刚讲的 假如说你之间 知道公司有利多消息 你就先进场买卖 你就可以赚大钱 对其他投资人员 是不公平的 同样的 假如说你今天知道公司 有一笔大债务出现了 而且公司资金不到位了 多转不灵了 或者是公司 基限很多人款项 这信息一公开 这个股票一定会崩盘的 知道吧 但是你在信息 还没公开之前 你担心 只要信息一公开 股票的价值 都会大幅跌落 你在还没得到之前 你就先卖出 规避损失 你先卖出 等到信息公开 你的股票全部卖出了 请问一下 那些股东 没有卖出的股东 他是不是不公平了 所以在早期 在美国他们在1934年 制定证交法 他们认为说 内线交易 原则上 它是一种诈区 当你有名牌 别人没有名牌 这样子一个市场的 交易模式 是诈区的性质 知信不对称的 市场条件之下 他认为说 这些从事内线交易的人 应该被救责 知道吧 应该被克责 所以后来美国1934年 才制定法律 在处罚内线交易的人 但是跟各位做一个说明 台湾的股票市场 假如你们买卖股票 特别要注意 台湾的股票市场 有记书以 叫做千线万线 不如一条内线 知道吧 只要有一个内线的消息 可以大量致富 资讯的价值是非常高 你得到别人 所不得到的资讯 你就可以从市场上挡大钱 我顺便跟你讲一下 公务员贪入 很多公务员贪入 以前的贤惠方 贤惠者 是给付金钱 给付珠宝 给付官位 但是现在贤惠手法 不是在给现金的 他现在给付的手法 是给付一个资讯 我抱一张名牌 让你公务员贪 从市场上去赚到钱 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我们成为密室交易 这样子贤惠方式之下 你所有财富累积 是你自己投资判断的 根本执法单位 无从抓起 知道吧 政绩无从收正 这样子情况之下 是犯罪越来越高端的 那你可以理解的 但是各位同学 你们未来在投资股票 过程当中 一定要懂得去分析 知道吧 不要盲目的 听从人家的名牌 通常会得到这个资讯 通常是比较 内部的核心 是才有这个资讯 你们都是最后一只白老鼠 知道吧 就是被挂股材的人 今天股票一定要有人出手 一定要有的一些 不怕是进来去买 最后的一个承担者 他们就可以退出市场 所以未来你们买卖股票 报名牌的人会叫你上车 但是你们根本不知道 什么时候下车 所以买卖股票 自己要懂得分析 要懂得判断 不要随便听人家的报名牌 说哪一档哪一只可以买 你们就进场了 当时是非常危险的 老师在此跟你做一个说明 我们说内线交易 法律上是重罪的 内线交易是有处罚规定的 但是其实当初 内线交易里面 我们增加法 还有是一个叫短线交易 知道吧 短线交易 这个短线交易 是公司内部人 连着上你在六个页里面 你不得有进出市场交易的习惯 你可以买 但是六个页里不能卖 你可以卖 但是六个页里面不能买 它就限制你在六个页里面之间的一个交易 这叫短线交易 但是其实上市场上还有一个叫方案 叫预先交易 所以通常是在规范投资机构的人 有时投信业者 我们台湾的资本市场 很多的基金的经理人 他们往往是拥有大量的资金 比如说基金应该有听过0050 0056那些或者国安基金 这些基金在他们有大量的资金买卖股票 原则上这么多的钱投资某一档股票 那档股票一定会赚 一定会上涨 他们上涨之前 这些基金经理人 在帮基金下单之前 他自己先下单知道吧 这叫方案应 预先交易 我在帮你投资理财之前 我自己先进场买卖股票 然后这些人要再帮你买 但是我买的钱少 你买的钱多 我自己先买的股票 这会被你后来的多的钱 买卖股票的给拉起来 我就可以赚大大的钱了 知道吧 所以在美国也有这样子一个规范 所以原则上企业经营者 在公司经营方面的话 他拥有管理公司资产 管理公司的财报 管理公司的资讯 所以这东西往往会是一个 舞弊的一个现象的一个来源 第二个就是员工 今天我们在台湾看 来看台湾 我说我们台湾 刚刚所讲 以前在发展经济 劳工的保障是不足的 我自己从法律层面来分享 大概有三个层面比较重要的 第一个是员工被剥削 被公司剥削 但是公司剥削 原则上来自于管理阶层的剥削 员工被剥削 第一个员工被霸凌 第三个员工被姓骚 甚至还有被姓侵害的 员工被剥削 怎么剥削法 我们台湾很多的职业灾害 劳工常常在公安事件上升 比如说在做高速公路 根本没有保护网都掉下来的 或者是在做电台 从电台掉下来 或者是在大海上班 传难事件 但是我们说剥削 大概有三种剥削 第一种剥削是工时过长 知道吧 我们现在法定工时是八个小时 对不对 但是每天你可以加班 都叫四个小时 都是工时 工时过长 第二个是环境不佳 第三个是待遇过低 所以为什么法律会规定 最低工时资本 最低工资的规定在这里 就避免员工的被剥削 为什么要环境要好 要通风 然后动检查的目的在这里 水汉工厂 有没有听过 那个东西就是一种剥削 公司原则上 尤其是新主 常常会有三班制 但是公司为了节省成本 就是要求公司的员工 把三班制搞为两班制 上12个小时 12个小时 所以那东西都是用剥削 在水汉工厂 也常常看到一些的 员工的自杀事件 罪漏事件 那都是员工剥削 所产生的一个后遗症 但是最有名最有名 就是一个RCA事件 各位有没有听过 我们早期台湾 在发展经济过程当中 有一家美商RCA 台湾在桃园设厂 发展那时候的电子产品 但是电子产品里面 并有大量的辐射水 重金属的严肃 但是它当初没有做好 所谓的环境的 污染的整顿 所以那些辐射水 重金属的水 就直接排到地下去 但是当初没有自来水 或当初的水汉工间不足 那家工厂 就直接在抽地下水 当做饮用水 所以后来那家公司 到目前为止 这个案子还没终绝判决 那些员工 都是因为大量的水污染 重金属的污染 得了大量的癌症 知道吧 这个我们称为叫RCA事件 所以那东西都是一种剥削 或者是假如各位有兴趣在看 为什么最近 整个中国大陆的新疆棉 那新疆棉也是一种剥削的 所产制出来的棉花 所以为什么爱迪达 Nike要抵制新疆棉的原因 棉花本身不是罪 它的原罪在至于 它的棉花的产制过程当中 是因为有人是剥削了 那些当地的劳工 知道吧 那个没日没夜的 就是要产出棉花 所以为什么爱迪达 Nike他们会去抵制的原因 在这里 所以这个剥削 目前为止 我们政府 劳动部制定了很多法律规范 就是来防止公司的规定 公司的最低的规定 工作环境的检查 这些东西都会有一些 都要靠政府的 但是最重要的 还是靠于公司本身 有没有良知的去改善 第二个就是霸凌 各位同学 你们在校园里面 有没有被同学霸凌过 我们说现在霸凌 最恐怖的就是网路霸凌 以前的霸凌的说法 是用嘴巴 长得胖就显你胖 长得愁就显你愁 跟你喊是 你是东施校评等等 那个就是延迟霸凌 以前是口头直接当面的 但是现在的很恐怖的一个 就是网路霸凌 尤其这个东西 不管是校园里面 工作职场也常常会出现 像我们每次去执行 任何一个案子 常常会从公司的网站里面 或者是公司的耐勤主 里面上师对下师 往往会不留情练的 骂得谈难听 那就是一种霸凌 甚至会用所谓的监控系统 来监控你的行动自由 你们各位同学 未来在职场上都要有了解 很多的公司会透过电脑 来监控你们的一举一动 你们上网去看YouTube 哪一个网红的节目 其实公司的电脑的流量 就可以监控 你在跟写你在做什么 知道吧 所以那个东西都是要特别注意 现在你也看过一个作家吧 有没有看过前阵子 前几年有一个女性作家 有没有 她就在网路被霸凌 大概也是后来就是 想不开自杀了 学生被霸凌 都是这样子一个情况 为了进入职场上 举所不意物施于人 不想别人霸凌 你也不要在网路上去霸凌别人 知道吧 不要尤其是在那个 那个都是一个 不是很礼貌的一个行为 而且这已经是触法的行为了 第三个 我刚才讲霸凌 长得愁 长得胖 就是被霸凌 很多 但是长得漂亮 不是被吃豆腐 这是被性骚 知道吧 管理阶层的上司 往往会夹带 要去跟客户见面 或者是出差 要求你陪客人喝酒 或者是陪 在外面去北户 假借机会 任何一个机会 任何一个时空背景之下 来做一个性骚 甚至性侵害 所以这东西也是 职场上所看到一个现象 所以是一个 企业经营者跟员工之间 本来企业经营者 他的主要的义务是照顾员工 但是发展到最后 他要从员工里面 榨取他的利润 这是剥削的 他要去修理员工 就是产生霸凌跟性杀 这是一个违法行为 太一样 各位一定要了解 相关读法律的目的 就是要保护自己 第三个 对二的来源 就是企业经营者 去欺骗的投资人 我们说财富累积最快的 是什么方式 就是从股票市场里面去赚 去透过你的资讯去赚取大量 不易之财 知道吧 同样的 经营者可以用一个 叫应股票换交票的方式 来蒙骗投资人 各位同学 你们有没有在玩加密货币 现在很多的 去加密货币 很多市场上的 再去手法 就跟你讲说 本公司有在经营 法币兑换旭币 就是本公司有在兑换 新台币跟旭加密资产 那些货币的兑换 本公司有一套的 电脑程式 程式交易 可以提供你们赚利差 但是跟各位做一个报告 目前为止 我们的加密货币 跟新台币之间兑换 目前为止没有 用电脑程式交易的 所以有人跟你狂虚 说有这样子一个 商品的存在 那就是一种大趋 知道吧 或者是有投资人 跟鼓吹说 目前为止 我们公司纯粹在投资 虚拟货币加密资产 高报酬 高获利 所以跟你们 每一个人可以 投资5万 10万 未来一定给你保证获利 搞一个月可以固定收益 1000 2000到1万到2万 的方式来跟各位招募投资的话 这个叫做非法吸金 但是他们吸金过程当中 会给你们一些 股条或凭证中 当作那个东西的 目前为止都是大趋 像加密货币 除了变成非法吸金的手段 或者是 大趋的手段 甚至呢 它也是常常是 变成洗钱的手段 知道吧 你们在新竹主科 应该有听过一些故事嘛 加密货币就是现在的很多 上市贵公司企业 被这些科技公司 或者是那些犯罪的人 用病毒方式指入 木马腾刺 来跟这些公司要求赎金 赎金的要求 就是要起付加密资产 这些东西就是犯罪 知道吧 所以加密货币变成洗钱工具 也变成勒索工具 也变成大趋工具 也变成说 等等的非法吸金的工具 但是管理阶层的 要骗投资人的话 常常会印股票换钞票 但是印股票换钞票 它有两个方式 一个是设立公司 跟你讲说 我要投资加密货币 所以我原则上会 请你们来投资 每一个人可以投资100万 保证你们一个月 可以赚取多少钱 这个叫保证 获利条件之下 又引各位投资 或者是我公司设立的 我再增资增资 再增资 每次都政治都是 印股票来又引投资 市场上有很多 印股票换钞票的方式 那又引各位投资 一定要慎选 最有名最有名的案子 叫热身案 目前这个案子 目前主刑也被判了十几年 但是案子还没确定 但是各位可以理解 未来每一个同学 都有可能是一个投资人 未来每一个同学 都有可能是一个企业经营者 所以你们一定要有个诚信 今天要叫人家投资 或要叫人家募资 或者是要叫人家来买卖股票 一定要秉持诚信原则 不可以有欺骗之余 这个是第三个 要跟各位做一个说明的 第四个 我们说恶的来源 这是对消费者产生的恶 我们说消费者 原则上是所有上市会公司 整个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 不管你是产品的制造商 还是产品的销售商 还是你直接在经营美食街的 或者是在经营餐厅的 或者是你是坐车的 或者是你是做任何一个商品的 你都有义务要去照顾到 消费者本身的生命的安全 但是我们从世界上来看 很多的制造商 都是没有注意到的 最有名的案子 就是Toyota 有没有听过 Toyota曾经差一点破产 因为他们卖的车子 的刹车系统出了问题 但是他们要去跟消费者告知 所以消费者买到他们的车子以后 有发生极其交通事故了 所以变成车祸死亡了 所以后来才被追踪出来 那时候公司拆点 因为这样子破产 前一阵子还有一个案子 就是浮尸汽车 他们的排污根本是超标的 但是为了打到 整个政府机构的检查 他们去伪造大量的数据 认为说他们的车辆 是无物量的安全的 那都是一个 蒙骗消费者的一个数据 但是我们来看我们台湾 台湾你看我们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有没有很多的参甲 我们的油 假如各位有兴趣去看看油 我们的橄榄油有没有加料 我们的沙拉油有没有加料 所以是参甲油等等 来让我们的身体健康 知道吧 我跟你讲个小故事 也自己我自己亲身经验的故事 也是一个非常惨痛的故事 我在读国中是民国70年左右了 我读国中的时候 坐我旁边的同学 他的脸一直长痘痘 但是他长痘痘 那个痘痘 跟一般人长的青春痘是不一样的 他是长一种烂痘 就是很大颗很大颗黑色的 但是脸一直冒出来了 我们都吓到了 这个人皮肤怎么会这样子 后来那个连的痘痘 会产生那个龙霧 流龙的霧出来 都是黑的 知道吧 后来没多久 我们那个同学就过世 那个事件 假如各位有兴趣 等一下下课里面党工狗 才叫做脏化的米坑油事件 所以一个假油 可以害死一个人的 知道吧 或者是你们最近看看台湾 这个最有名的一个案子 我们台湾的人喝茶 喝得很习惯 知道吧 像我自己也会喝茶 但是我们喝的茶 因此上都是喝台湾茶 但是台湾茶的量不多 又贵 现在的是有很多的人 去越南或是大陆 去种的是劣等茶 但是他们的劣等茶 因此在喝茶 是喝产地的茶 比较像喝红酒 也是喝产地的酒 像未来你们有机会喝红酒 你们会去研究 到底是法国的红酒 西班牙红酒 或者是葡萄牙的红酒 美国的红酒 每一个国家的红酒的品质 都不一样 而且它有它的价格价差 但是我们的茶 有所谓的 假意的阿里山茶 或者是清净的 或者是受风的茶 每一个茶的价格是不一样 但是这些茶商 或者断那些利润 既然去越南买类等茶 然后蒙混过关来台湾 变成是我们台湾的产地茶来卖 这样子蒙骗消费者 或者是我们有一些茶商 其实他是从大陆种的茶 他洗产地洗到越南 他从越南输出来台湾 来蒙骗台湾的消费者 这些都是属于违法的 所以我们从油 从茶来看 都是死安 后来我们的名 我们的名 非台湾的非常有名的名 就是池上名 对不对 瑞梨 或者是我们彰化的 这些名都非常好吃 但是我们的名 其实有很多 是重金属格给污染的 但是我们那些名商 化验检验出 名有很重金属 他也是在卖 或者是他为了赚取高价 根本不是池上名 却包装成池上名来卖 这些都是骗的 所以茶 米 油都有造假 减酒 我们说酒 好的酒 威士忌 高粮酒都很贵的 但是我们台湾有很多的 质量酒 充满甲醇的 所以往往曾经在司法 食物上也曾经出现过 喝甲酒喝到暴毙了 知道吧 所以像南投或者是宜然 一些的原住民 都曾经喝到甲酒 而产生死亡的事件 也层出不穷 所以原则上 还就前一阵子 我们台湾的人 后来慢慢养生了 喜欢吃面包 但是面包喜欢吃的是 天然下母镜的面包 但是天然下母镜的 产生一天有多它的量 但是假如天然下母镜的 埋的人多 下母镜又少 根本不可能产生 产制那什么多量 所以后来的连面包 都有所谓的 人工的菌 而不是天然下母镜 后来才有所谓的 食安法 发现台湾的 这些食安事件 越来越多 对国人的健康 越来越严重 所以才会修食安法 来加重刑者的规定 这样可以理解吧 所以 去业经营者 对消费者 另外一个就是 食安犯罪的问题 另外一个 对消费者的一个 威胁就是 各自 我们说每一个人 去消费 各自的保护 是对你们来讲 非常重要的 知道吗 你们不要以为说 你们的姓名 你们身份证 你们出声音 你们手机 这些东西 都是只是一个资讯 但是这个资讯的汇总 未来就是 往往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 资讯的一个经济价值 但是往往 你去一个商店 买东西的 你的资讯没有把握好 往往 那些厂商会把你的资讯 转售给大吉集团 或不孝集团 或者是作为 其他企业行者之用的 像我记得 我们台湾的各自 并没有保护得很好 像我的小儿子 从国中毕业 一毕业 就得到大量补习班 寄过来的通知书 像是我小儿子 一出生 很多的南风公司 或者业子东西 都寄资料过来 要求可以介绍 说你可以去他们家 那个东西 都是讲白点 都是侵犯到 我们的个资 知道吧 所以个资的保护 目前为止 我们的企业经营者 会把这些的 大量收集的个资 作为不法目的实用 这个才是比较令人担心的 但是与其等到法令来保护 那个都已经 比较反不激急了 我是建议各位同学 恐怕在你们 日常的生活过程当中 你们不压弃水 变得 为了取得一个纪念品 而把你们个人情之 布塞在外面 这也是给你们一个建议 接着 第五个二的来源 就是企业经营 会对厂商 做一些不法的手段 哪些不法手段 今天我们做企业 公司跟对公司的 生意往来 原则上是 基于司法自治原则 你想买 我想卖 大家各品本事 来交易 对不对 但是呢 今天我们在市场上 在整个实物上发现 公司跟你买商品 既然要你给回扣 或者是我公司 为了跟你做生意 给你回扣 你就跟我做买卖 这样子一个回扣现象 我们一直在强调一个 贪扶贪扶 我们法律上 一直很重视 公务人员的贪扶 但是司部门 企业跟企业厂商之间 买卖可不可以拿回扣 各位同学 你们可以理解 用观念吗 企业买卖东西 可以打折扣 但是不能拿回扣 知道吧 我每次去菜市场 买菜 我一定会跟那个谈判讲说 送我一根葱 懂吗 那个是杀必死的 那个是违不主道的 但是买卖东西 可以折扣 不能拿回扣 但是 假如说任何人 任何一个商家 任何一个做生意的人 你去想一个观念 今天 先以给付回扣的方式 以给付金钱的方式 去取得商业合约 请问一下 那些给付回扣的钱 未来会不会变成消费者吸收 或者是你有钱送回扣 就可以得到一个商业合约 那些比较正派经营的 或者是经济规模 比较不足的 他没有钱去送回扣 而不得提的商业合约 请问一下 那个有公平竞争吗 知道为什么吗 同样的一个道理 今天拿回扣的人 或者是给回扣的人 对公司本身的 公司的资产 有没有减损 所以从不管从竞争的角度来看 或者是从公司资产的角度来看 或者从买卖的连结性来看 这些东西都不应该存在的 在我们台湾的市场里面 做生意 拿回扣的真的是充施 那本身这是一个不公平的 知道吧 但是目前为止 我们的法律规定 对回扣的厂商之间 拿回扣 手回扣跟给回扣 我们目前为止 台湾的法律规范是不足的 在国外 有所谓的商业费赂法的专法来规范 但是因为我们台湾 目前为止 我们的政府认为说 那个喜富回扣的方式 或拿到回扣的方式 目前为止 我们的政府还是有在犹豫 因为担心当立法之后 未来的案件过多 我们很多中小企业 恐怕会面临到法律的风险 所以目前为止 还没有完整的立法 只有在一些特殊产业 金融业等等 金融业有制定法律的规范 让各位可以理解的 另外一个东西就是 公司跟公司之间的做生意 往往也存在一些恶的来源 那就是一个不公平的业款 各位同学 你们现在还没有感触到 假如说今天你们交大 交大只有一个7-11 你们方言五百里 都没有7-11 就像你们有没有选择 不以7-11做交易的机会 根本不可能的 知道吧 所以随便以人们 跟你们相对的 跟你们比 它是基于卖方的优势 而你们是买方的类似 知道吧 你们没有选择交易 跟不交易的机会 你们只有选择买 跟买什么东西的机会 知道吧 当你们不愿意买的时候 你们恐怕 你们的名字物质就缺乏了 但是我们就回过头来 再检查一个东西 他卖东西给你们 他可不可以夹带的 一些不公平的夜团 逼迫你们一定要买 比如说我买一罐台湾啤酒 他可不可以说 我卖给台湾啤酒可以 你同时必须买可口可乐 可不可以 这个叫做大售太阳 他卖啤酒 我根本我的需求只有啤酒 但是他强迫 我可乐同时要买 不然他就不卖给你 变成你根本无从选择机会 所以这个东西 是一个是不公平的夜团 这都是属于不公平的竞争 知道吧 他利用他自己本身经济的优势 去威胁去胁迫 你们要与之做教育 但是你们又是属于弱势者 你们也无从做选择 或者是当这个卖方 卖方优势 他可以随时挑战价格 爱买不买随便你 这样子的话 他滥用他市场经济力的情况之下 这个也都是属于一种恶的来源 所以这东西也是在法律上的评价 是属于一种 unfair 不公平竞争的一个行为 这都是法律上去规范的 我们再探讨第六个恶的现象 今天一个企业经营者刚才都讲 他可能有资金融通的需要 但是资金融通的需要 原则上他可以去跟银行贷款 各位同学你们未来一定会买房子 买房子家里没有父爸爸 你们势必要白手起家 去跟银行做贷款 所以贷款的过程当中 往往我们在市场上会出现一个现象 叫做抄贷 帽贷 但是各位同学可能不知道 什么叫抄贷 什么叫帽贷 抄贷的意思就是说 今天你拿出一个有价值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价值只有1000万的不动产 但是你们去跟银行内鬼通外审 去搭配 变成说这个是价值1500万的 所以明明上是价值1000万的不动产 你可以借到到1500万的 那500万的部分就是叫做抄贷 知道吧 或者是你们根本跟国外没有一个红酒交易的合约 或者是跟国外没有一个商品的技术合约 但是你们去创造一个假合约 跟银行讲说 我最近有一个资金融通的需求 我提出一个合约的当作一个证明 来让银行来征信 银行误以为真说你们真的吸取了一个商业合约了 而愿意做一个日均的贷款 就是表示没有一个真实的交易的合约 或真实交易的产品的存在 好去跟银行乍贷提的款项 所以在银行端里面 我们看到企业界通常会利用一些假财报 假合约的方式 或者用一些资产技术不足的东西 去跟银行进行炸贷跟帽贷 这也是一种犯罪的现象 但是呢 还有一种叫做 我们在银行 现在很多企业经营者 刚刚所讲 12345 他从这些 从做了一些违法乱七的事情 来取得步伐所得的 这些步伐所得 他怎么漂白 所以漂白的最终要一个管道 就是透过金融机构来洗钱 洗钱就是说 一个人实施步伐之行为了 而因为实施步伐之行为 而取得犯罪所得 他为了隐私常立这些犯罪所得 他会进行一个漂白的行为 把脏的钱 漂白成干净的钱 所以变成他 让未来的司法机关 无法从这些钱 去追到他的犯罪的市政 所以东西这个要进行一个漂白 我们说早期的人 很多的洗钱 会透过珠宝洗钱 会透过有家证件洗钱 会透过不动产洗钱 透过地下汇推方式洗钱 透过赌场洗钱 或透过心理货币洗钱 等等 其实都是处于洗钱的管道的方式 但是无论地下的钱 到最后一定会回流到金融机构的钱 所以往往企业经营者 对自己所造成的 自己所违法取得的犯罪所得 也会透过一个金融机构的方式来洗钱 知道吗 但是金融机构 这个银行 我是用一个代号就是银行 但是银行 我们的洗钱房子的义务站位 包括金融机构 指电费金融机构 比如说银行信用合作社农会 余会 票件公司等等 这都叫金融机构 还有一个叫做市委法定金融机构 就是虚拟通货业者 就是加密制裁业者 这些也是叫做金融机构 然后第二个 指电费金融机构 比如说律师 会计师 记账室 记账室 地政室 当铺业 银楼业 这些都是指电费金融机构 都有义务要做防治洗钱 所以那个防治洗钱 目前为止 比较重要 但是各位有兴趣的话 再去研究 什么叫做经济制裁 什么叫做反武器扩散 像俄罗斯 美国对俄罗斯 美国对北韩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那个不是自控制裁 那个是反武器的制裁 知道吧 那个未来有机会 再跟各位做一个 进一步的分享 接着 我们说企业经营者 在经营公司战争 第七种的罪恶的来源 是对市场的破坏 我说一个经济活动 一个经济的创造财富 一定在市场上 才能够创造财富 所以各位同学 你们知道 以后你们可以去问问 你的同学 台湾早期有没有流须市场 卖牛的 有没有流须市场 有没有云云人 云云的 有没有一个 斗六 或土库 有没有 或者是北港 以前那些北港 那边装本在卖牛 称我叫牛须市场 有没有住彰化的 彰化的西湖 有没有果菜市场 有没有住台北的 住台北 台北有三个市场 一个叫做一市 二市 三市 一七 里七 三七 这个果菜市场 台北有所谓的 冰箱市场 所谓的华南市场 跟三种市场 这叫做台北的 一七里七三季 这些东西都是卖果菜 卖牛而知的 但是你们可以知道吗 股票市场怎么形成的 股票的市场在美国 是在一棵五桶树底下 所发展出来 知道吗 荷兰的股票市场 也是在一间房子里面 慢慢扩张出来的 有一个定点 开始有人买卖了 慢慢慢慢扩张 变成一个market 所以一个市场 是一个经济活动 集中的来源 一个平台 一个地方 这个市场 以前称为是一个平台 以前是称为 一个实体的现场 有人流 物流 金流 在那边移动的市场 以前 但是有市场 就有交易 有交易才会 采生经济活动 所以市场 本身是一个平台 它让很多的人 可以在那边 买卖商品 所以一个金融市场 一个市场 变成有人的移动 有物的移动 有金流的移动 那是以前的市场 称为实体市场 但是最近的市场 已经改变了 你们知道吗 你们有没有 用网络Shopping 有没有在电商 某某台买东西 所以以前的市场 慢慢的 现在从实体市场 慢慢改为 线上市场的 虚拟市场 所以现在的买卖 是在电脑里面 在你的手机里面买卖的 所以以前的股票市场 是在店家 在那个证件商 那边买卖的 现在这是用 网络APP下单的 所以现在整个大环境 我们说有线上线下 有实体跟虚拟 所以其实很多的犯罪的恶 慢慢的也是从实体的现场 慢慢导向到虚拟市场的恶 的犯罪了 所以也让整个执法机关 整个检掉 产生很大的一个困境 所有的犯罪的现场 除了这些杀人放过 必须实体市场以外 整个财产性的犯罪 已经慢慢的从实体市场 改变到虚拟市场里面来的 但这叫虚拟市场 因为通常都是匿名性的 金融加密货币 也是匿名性的 整个网络的通信 也都是匿名性的 所以有的那些电商的 有时候是电商的 网址的ID是在境外的 搬墙过来 在网站就可以交易了 所以整个虚拟市场的犯罪 越来越 查去上越来越困难的 但是市场一定要保护 市场不保护的话 只要发生市场的破坏 那个市场就错过回来 知道吧 所以市场的保护是非常重要 市场可以保护一个 人的交易活动的平台 物流活动的平台 金融活动的平台 所以市场就不能破坏 我记得我在加速 在炒作股票市场 我一定会引用一个案例 那个案例就是 英国的案例 像英国最近通过事件以后 最近他们的首相 45天就下台 最主要的是他大幅降税 造成整个英镑的大幅贬值 陷入了困境 所以45天就下台了 但是曾经英国 也曾发生一个事件 叫做英法战争 有一个叫南海帕磨事件 那时候英国为了 投措资金 能够去对抗法国的战争 所以他们的那时候的公司 有一个公司 叫南海公司 他的股票一直涨一直涨 变成是股票涨大 说大家都是抢着买 抢到最后 这个草莫事件产生了 那时候有一个被害人 叫做牛顿 牛顿毕生的继续 也这样子在那一个 股票市场里面产跌 知道吧 但是股票市场是一个 投资人投资的管道 投资的平台 也是公司投资 需要资金投资的一个平台 所以当那个平台 大家彼此缺少信任的时候 没有人要在那个教育的平台 来做投资或筹资的一个平台的话 资金就不流通了 资金不流通 坦承经济都不活泼了 知道吧 所以今天在英国的南海泡沫事件 一家公司崩盘了 造成很多人的损失 包括牛顿 所以牛顿讲了一句话 非常有名一句话 他说我可以计算天体的运行 但是我没有办法去估算 人类的贪婪 因为我自己的贪 也造成我自己财产受损 但是那个事件里面 根据报告的是说 英国英国南海泡沫事件里面 高达100年 他们的股票市场 没有人敢买卖投资 知道吧 所以有100年的萎缩 这东西对一个政府的 我们做股票市场越火弱 表示资金越融通 表示经济会更发展 但是一个股票市场 开始不愿意有人进去买卖的话 需要资金 做融资楼 做团的公司 得到资金 公司就没有办法成长 或者是没有办法营运 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 所以一个南海泡沫事件里面 一个市场的信心的危机 就像你们各位有知道一个观念 有一个案子 立霸案 立霸案里面 他当初的一个集团 上市贵公司 都会有市物交 加起来总共造成 投资人700多亿的损失 请问一下 对整个股票市场的交易秩序 有没有造成很大的伤害 但是市场的保护 其实市场保护 是一个平台的保护 但是保护的内容 不同法规 有不同法规的保护的方向 比如说公平交易法 保护的是竞争秩序 那个证件交易法 保护的是交易秩序 银行法 保险法 这些保护的是金融秩序 金融的稳定 但是什么叫正经秩序 你知道吗 我们说市场要火落 要有一个市场结构要健全 所以市场上的结构 健全以后 不得有联合垄断的现象 但是假如说 今天一个业者跟一个业者 他彼此是竞争关系的 他们讲要做坏事 本来说一个竞争者跟一个竞争者 互相竞争的话 消费者的福祉才会出现 消费者才有选择的空间 消费者会因为你们的彼此竞争 你们根据你们服务 你们的价格 你们的品质 我可以有多样性的选择 但是当你们两个业者不互为竞争 互相手牵手 当好朋友 联合拉抬 联合垄断 联合涨价 对消费者来讲 他就是用伤害 知道吧 所以在整个反托式法 Anti-Trust 或者是竞争法 公平交易法 有一句格言 竞争是敌不是有 只要做竞争的人 互相手牵手 联合垄断的话 对市场上的危害 不是只有对消费者 对他破坏 是对市场的破坏 除非说 当市场出现一些的 秩序的脱轨 必须要有一个联合采购 联合研发 这样子才能够联合起来 去促进市场的竞争效率的时候 法律上才会另外许可 知道吧 不然的话 原则上是禁止联合行为的存在 立方才许可 你们可以 同事联合行为 所以原则上 各位一定要了解的是说 企业经营者 无论如何 跟其他的竞争者 是一定是不可以联合垄断的 这个东西 早期台湾没有这种观念 所以台湾早期的竞争者会互相报价 知道吧 互相报价 互相来台价格 互相耶稣价格 那些东西都是违法的 好 所以原则当然跟各位做一个说明 接着 第二个要讲的是交易志系 交易志系刚刚所讲的 那个是有些是股票交易志系 更不容易破坏 金融志系 像我们的金融志系也不能破坏 我们的金融机构里面 我们台湾金融机构 总共有所谓的资金的流动 有70兆 保险市场有30兆 请问一下 这种30兆70兆 是用市境的调量流动 假设一旦市场的积极破坏掉 它所造成的危害有多高 你知道吗 所以这种市场积极的维持 是一定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要进入到第八个 第八个就是对国家的威胁 我们说台湾早期不太重视营业秘密 但是目前为止 这些营业秘密 我们台湾的早期的工业的发展 经济的发展 我们台湾早期的 都是剽窃别人的 或是仿罵别人而自己壮大 我们自己RD或者是改良 慢慢成长了 但是当我们本身拥有技术的 这个技术除了公司的竞争力以外 更重要的这些技术 是受关国家未来科技的 发展跟生存的条件 比如说我们富国神山 台积电 它的技术 全世界都是在担心我们富国神山会怎样 所以现在台积电变了一个威胁的 各方政府都是用一个 Table的手段来跟台积电抗衡 好 所以一个营业秘密 除了一个本身是属于 公司重要的资产以外 它往往也是国家重要一个 国安的机密 知道吧 所以 但是我们业者往往为了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做一些恶 会去剽窃我们国内的技术 去给对岸使用 或者是自立门户 或带枪投靠 所以侵害的是我们目前为止本身的 公司的一个竞争的一个条件 也影响到国家的等级的安全 所以我们现在的政府 对营业秘密总共分成四个等级 四个等级 这四个等级分别规定在营业秘密保护法 以及国安法 所以沿着上我今天就不再讲那些条文的内容 只是让你们知道一些粗略的概念 所以营业秘密重要的都是 它除了是公司本身竞争力的条件以外 也是国家重要的一代的一个关键技术 但是营业秘密大概有三个标准 第一个是这个营业必须非公开性的 第二个是它具有所谓的经济价值 第三个它是有一个保密措施 符合这三个要件才叫做营业秘密 所以我们目前看到 企业经营的危害国家比较严重 是国安等级的营业秘密被侵害的 同样的企业经营者 他对国家另外一种危害 就是贪毒知道吧 我们说一个国家要跟企业一样 要永续发展 永续经营 公务人员的职务 在执行职务过程当中 一定它的职务要有理解性 还有一个叫做可信赖性 当一个企业经营者 想要得到政府的行政资源 得到政府的行政的许可 得到政府资金的隆通 他以给付金钱方式 行为公务人员 然后取得政府的资源 政府的土地资金的隆通 政府的应该许可证 请问一下公平吗 是不是破坏政府的连结了 第二个 假如一个企业 他本身需要一些法规 有利的法案 或者对他本身不利的法案的管制 把它廢止掉 他行为国会议员方式 要求国会替他制定有利的法案 或把它不利法案给廢止掉 请问一下否当吗 第三个一个企业常常会有一些的不良事件 比如说环境污染 或者是一些的不符合打动检查的 他出事一定被裁罚 他透过一个起付金钱方式 要求司法机关 执法机关 或者是行政机关 不为裁罚 请问一下 这样有没有破坏一个国家的连结 有没有破坏 人民对一个政府的信任 我们说一个国家的贪污 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生存的条件 请问一下你们贪污的要重罚 还是贪污的要重罚 我们目前为止 法律上设计是贪污者重罚 但是贪污者轻叛 知道吧 我们有利法设计 因为希望的一个管理 就是有贪污的人 能够当过一个获利盘 把收费者的方向给供出来了 但是其实在国外的 法律上的评价 贪污者跟收费者的评价是一样 他们都是有等同 等同罪职的 所以处罚的行度都是差不多的 就是第八个 第九个就是我们要进入委层 就是环保犯罪 我们可以讲 我们在70年来 我们台湾为了发展经济 我们牺牲太多了 所以我们的环保 各位现在看到天空是燃的吗 你们喝的水是干净的吗 你们说财的土地是没有污染的吗 我们这个整个台湾 尤其是我是彰化人 每次回家都很感慨 我们的天空变灰了 知道吧 不是疫情的燃了 我们喝的水 都是不再是纯性的 所以空污水污跟地污 非常严重 假如各位有机会 你去山上走一走 像我本身很喜欢爬山 我们山上的礁山 有没有大量被破坏掉 所以欧洲山造成多少土石流 种了多少檳榔树 住在南投的同学应该有知道 当初的九亿地震里面 很大的原因就是那些檳榔树都造成的 你看为了种檳榔树 为了山上自己盖北树 难堪难把 或者是我们的海洋 我们的海洋 你看把人家多少的排放 污油 被弃物等等 像我张话 假如说今天有看新闻 你们等一下看一下新闻 张话地检署 昨天起诉了164个人 同时一个起诉租 起诉164个人 因为164个人 结合上市归公司的 把台湾的废弃物 全部去废弃 倒在我们的张话的农田上面 知道吧 那些都是在耕种稻子的 然后种植物的 把一些有污染的 或者是废弃物 全部去倒在人家的农田里面 然后再去覆盖土 让人家不知道 所有的一概的废弃物 请问下未来的稻子能吃吗 蔬菜能吃吗 这样子一个大的核在 所以我们的环保犯罪 或者是你们曾经看过一个公司 担布一个高雄公司 非常有名的上市归公司 把公司的所有的污水 全部不做自己公司 为了执行成本 不做净化 全部把污水 全部倒在后进西 所以你们高雄的一条西 不是清澈 是前一条西都是红色的 那都是一个污染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点 企业为了发展 我们的水用光了 我们的台湾的水库 前两年窃水吹得很严重 所以为什么全世界要探讨ESG的目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理念 我们这一代的人 不能把下一代的人的资源给耗训 给用光了 不然我们对不起下一代的子孙 你知道吧 所以这是一个探讨 对地球的保护 我们要立能 我们有风有阳光 但是我在思考 最近早上在思考一个问题 我们在发展这种 自然电能的过程当中 我们本身有没有在做污染 我每次回彰化 看到整个张宾工业期 都是风力发电 但是那些风力发电 这么庞然大物 有没有破坏整个海潮生系 曾经有一个人讲说 不会破坏 因为海豚会自然转弯 有可能吗 所以这种东西 你们要有个观念的 为了让环境更好 你们要从自己的一生做起 尽量不要用棉洗筷子 质量用所谓的回收杯 这样当时 这样子才能够保护环境 第二一个就是说 恶的来源 其实恶的来源 通常都是来自于 自己良知被泯灭 你知道吧 但是良知被泯灭 原则上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 你们根本是利益薰薰 根本是为了追逐力 而忽略到别人的利益 第二个是 你们根本只是 不想去遵守法律的规则 所以有产生这样子 一个现象出来 罪恶的本身的来源 主要的不是别人所造成的 通常是你自己所产生的 知道吧 但是 自己会产生犯罪 往往是自己追求利的过程当中 利益薰薰 也有可能是环境 让你有机会可乘 也有可能是其他的 经济压力 让你不得不停地走险 所以往往的 我是说 罪恶的来源 大概有这十个 我们讲那么多 罪恶的各位同学 可能会吓一跳 但是会不会 公司如何找回善 我说公司找回善 有两个 因此看公司本身的 设立目的 就是追求利益 没错 但是你可以同时 在经营利益的过程当中 同时要做好利他的工作 独善与共享 是可以定存的 知道吧 不能只追求利益的利益 而忽略他人的利益 应该整个 从OECD的公司治理原则来讲 它就是一个共享经济的观念 追求自己的利益同时 也要经过他人的利益 这样子都要冲到双眼 这第一个概念 第二个概念就是说 公司治理原则 让智利跟他利的要并存 最好的方式就是 自己能够落实法令的遵循 这样子的话 你自己把自己管理的好的话 执法的成本就可以减少付出了 但是同时 也不能期待每个人都能够 落实在公司治理 所以政府的设计 一定要有个他利的措施存在 这个他利就是 法律的游戏规则 所以如何去找为善 一个是智利与利他 另外一个是智利与他利 这样子一个双轨的并存之下的话 我相信 公司慢慢的会从自己 刚才所讲 去知道那么多 以往所造成的过错 未来会慢慢的去改善自己 找回善 所以我原则上 我今天的报告到此结束 好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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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